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让人心疼了 毕竟他在经历了一段婚姻后 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袁红 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全网黑 认为他配不上袁红 而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离不婚 而面对这种不自信的话 主持人何俊说 很少有一个男人 会说这个男人很成功 但是他离不婚 再就会有人说这个女人很成功 可是他离不婚 很多会把这种社会偏见 这种压力加到女性身上 这是不公平的 何九一席话道破了社会上对于女性的不公平和偏见 也正因为这样获得了全网的赞赏 不然M2合 怎么能是中国人心里真正的top级主持 国民主持人呢 这样的寒阳和业务能力 真的很难讨厌他 对 何老师打扣喜欢这种聪明又会说话的人 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让彼此都舒适 何老师真的很好地做到了这点 事实上 何九在圈那个口碑 可是好到不行 在何九参加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 向往的生活中无尽容 因为晚上的时候 宋丹丹和黄蓝衣食物中毒 呕吐不止 节目可能随时不能继续录制 和手足无措的大华和八图相比 何九的表现就成熟淡定的多 给黄泪冲泡暖胃的食物 陪送丹丹丹出畅心情 安抚所有人的情绪 如果没有多年的磨练 大多数人在安慰兼聚 都只能是多喝热水吧 除此之外 圈内同行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好 据说在某次活动上 一旅春也一同参加 但其他人都在狂欢 没有注意到他 只有何九主动走过去陪他 为他输解当时悲伤的情绪 真诚地陪伴着他 这样的行为 充满了温暖 令黎语春非常感动 隔天 两人参加一个颁奖典礼 黎语春特意走过来 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何九说 何老师 谢谢你 虽然我不记得你跟我说了什么 但我就是觉得你跟我讲的话 让我特别的受启发 我觉得我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我现在心里很舒服 何总出道这么多年 其实还有很多令人钦佩的事 可以说何总出道 至今真的是零差评的明星 这在娱乐圈真的很难得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